身體沒有過關的時候 可能他們沒有辦法完全證 所以三國聖還沒證得試過 然後他滅獸祥心所是 因為我們的獸印跟祥運 當你有這個社法取印的時候 我們的眼根去交射的時候 你就會有感受 然後有感受以後你就會取這個記憶 之前你曾經有的記憶 跟你現在做一個比量的時候 所以你這個想取向就會出來 所以有獸心所有想心所 我們的人這個心就會開始很多的念頭出來 所以當這個人他能入念禁定的時候 大概他的心也不會在那邊行運 行運就是我們射獸想行 這個獸心所就會在那邊啟動 啟動以後你就會有行動出來了 所以在那裡分析以後 你的行運就出來 然後我們就會開始有 好、不好的這些分 有分別就有執著 就有妄想分別執著 因為先有妄想 然後你的分別出來以後 你的執著 那這些就是我們煩惱的根源 所以我們的心如果平等的話 就是沒有這些問題 那如果用禪定來斷的話 這邊三果聖人他可以進入滅禁定 但是有一些三果聖人也不見得有達到滅禁定 因為他是深陣嘛 還是聖是拒絕托裡面的一部分 如果他有達到滅禁定的定 等一下我們後面他的規 規納這些賢聖的分別的時候 有國懶、定懶、根懶 那這個定了裡面 他會把這個滅禁定 當成一個聖人認定的標準 是因為他還是一個在我們修行裡面很高的一個層次 如果你的定有達到這樣的時候 你看這邊他說這樣子你的心是平等的時候 你就可以站在榮漢國位 因為我們的心是常常會很多的這個起伏 妄念都是來自於我們很多的受孕、享孕、行運 所以用根不用事 我們的適應裡面其實就是從受孕、行而來的 那如果你前面你在這個地方 你的心是平等的時候 你就只是平等的交涉 而沒有產生太多的分別製作 所以這個就可以贈得榮漢國位 也是三果聖人他在往前繼續修行 那雜案經二十九零說斷詞五下 五下分解就是下戒跟上戒 就只有我們御戒的貪跟稱 變得已經御戒的貪跟稱沒有 還有身戒戒禁其戒還有一 這三個戒也沒有 就是我們正出國要斷身戒戒 然後接近幾戒還有疑這三個 然後這個下是指我們下戒的 御戒的貪跟稱也沒有了 所以斷詞五下分解 這意思應該就是知道是三果聖人 受身脫捏潭阿瑪漢三果聖人 不還此事是真善會學 何等為真善會學是比丘重於戒 就是會真善這樣的一個智慧呢 是因為你有守戒 因為你從戒開始諸惡末做眾善奉行 然後你又有定的力量幫助 然後你要開發了智慧 慧真善 筆如是知如是見 就是這個義界的有漏的心解脫了 對不對 因為三果聖人已經沒有義界的收穫了 然後 所以有有漏的心也解脫了 這是輪迴的有 然後無名有漏心也解脫了 那解脫之見 這個來到這裡的時候 就已經震得世果了 剛剛講三果 但是他要繼續往世果的部分 他一定是要再努力 所以他這裡說 諾基定還會再繼續努力的時候 會震得阿羅漢 所以經說不管此事 限說不可牽引 就不會再來義界了 就是說不為義界的煩惱所牽引 這個 所以他最後就可以震得解脫之見 解脫跟解脫之見 解脫之見就來到靜置 我身以靜犯行以令 所作以作自知不受厚有 靜置斷靜煩惱的智慧 所以有學無學位 各個有幾個陰是學位 是無學位中獨存滿 好到這裡呢 這個宋句呢 我們這個宋句講完以後 剛好就是把前面呢 我們的賢聖品 所介紹這些賢跟聖的差別呢 他會做一個界定是怎麼樣去分 有學無學位各有幾個陰 是學位是無學位 獨稱為滿 達到怎樣條件叫做滿呢 有學跟滿呢 有根左定三個條件 這是明有學有三個 這是明有學滿的時候呢 他必須有三個 根滿 剛剛講 如果你這個根性是立根的時候 就叫做根滿 頓根他不具有這個根滿的條件 所以有學的聖人裡面呢 根滿的 他就舉一個例子 這邊看到未離玉的賢的賢職 賢職的話 我們剛剛前面講的就是一個立根 所以你看到賢職兩個字 就是在修道位的一個立根的修行人 但是他沒有離玉 還沒有離開玉界的修禍 的立根的修道人 所以他是屬於根滿 所以他還沒有離玉 所以他沒有 應該他這個果也還沒有達到 然後定一定也是還沒有達到 因為要定滿的話 至少要滅盡定 未離玉染 然後從他沒有離玉這個來講 他就是沒有果滿 也沒有定滿了 是用這樣子來去看一下 他的不同差異 所以聖人裡面還是有很多的千差萬別的不同 那第二呢 果滿的 就是三國裡面得不管果的聖人 在有學當中他是最上的 因為在有學位裡面 再來就進入剛剛講的 四國聖人是五學位 所以有學裡面的 他要定果滿的話 就是以三國聖人來講 因為這邊講的是有學 他把五學分到後面兩句 五學得滿是根根定了 就是沒有果 為什麼 因為他已經來到五學 他的果一定滿了 所以就沒有再分了 那個就不用再特別 但是有學裡面 他可能果還沒滿 他不一定來到三國聖人 他這裡是有學裡面最高的是三國 所以 如果有學裡面要講果滿 必然是三國聖人 所以有三國聖人才能得到 不管是果滿 因為這個在有學當中是最上了 如有的有學呢 有果滿 但是他沒有達到定 所以未得滅定的信結 不還人 不還人就是三國聖人 他有果滿 然後呢 他沒有得滅經驗 所以他沒有定滿 他是信結 信結就頓根 所以他也沒有跟滿 所以他未得滅定的信結 不還人 就屬於這類型 那因為他是不還果的聖人 所以是果滿 是這樣子 那大概呢 我們就依此類推 大家各位同學就可以去看一下 然後我們的一個總表 就可以看得出來 那因為呢 他是信結的關係 下面講這個就是解釋他 然後第三個定滿 意思 所得的定呢 得到滅淨定的是定滿 好 就是單一定的條件就是滅淨定了 好 其中一個達到條件叫單滿 如果三個條件都達到就是 叫做呢 全滿 聚滿 聚足的聚 所以呢 聚足兩個 或聚足三個有不等啊 有的有學者呢 有跟果的關係 亦可得滿 好 像見字不還 未得滅定的聖人 是屬於這一類型 好 其實我們的有學聖人呢 他是跟跟果的關係 好 那所以呢 這樣子也叫滿的話 就是聚兩個 好 像見字不還的 未得滅淨定的 那就是他是跟滿 然後也有果滿 好 見字嘛 不還 但是他沒有得到滅淨定 好 這個就是聚二 然後呢 下面他說 由於未得滅淨定 所以這個也是解釋我們前面的 那最後倒數二行 如有的有學呢 他有果定的關係 也可以有兩種滿 就是像信解的 得滅淨定的 信解是跟還沒有滿 但是他滅淨定有定滿 不管的話有果滿 所以他是果跟定都有 那無學呢 滿的話呢 是跟定兩個條件就可以看了 因為無學一定是三國以上聖人 所以必然是國滿 所以他只要用跟跟定兩個條件來看就可以了 所以無學聖人與無學位中沒有說是不是國滿 那他說無學滿的話呢 是這兩個條件 跟滿的話呢 就是沒有得到滅淨定的不實解脫阿羅漢 剛剛講不實解脫阿羅漢他是跟滿的 為什麼 他是利根 他是屬於利根 那因為不實解脫屬於利根 所以他還沒得到滅淨定 所以他不能叫他定滿 就是這樣子的條件而已 好 然後再來呢 定滿的時候 得滅淨定的實解脫阿羅漢 他是定滿 那因為實解脫是頓跟 所以呢 他不是跟滿 那他就是只有一個叫單滿 他只有滅淨定 所以他只有定滿就是單滿 如果呢 如果呢兩個都滿的時候 我們就要聚滿 好 好 那這個表有機的同學 大家應該可以看一下 就是 把我們剛剛講的那些 他的畫的這個線條 所以你自己看就是 朱衛離玉淨 會離玉淨的 他一定是沒有定滿 還沒達到定好 沒有離開玉淨淨的話 沒有辦法到滅淨定 所以呢 他也沒有定滿 他也還沒有達到三國聖人 三國聖人也要離玉淨 那他只有見次 所以他只畫一條線 有沒有看到 他就畫一條線跟滿 那這個第二個 未達滅淨定的性結不關聖人 不關聖人 他一定有國滿 那因為他性結 所以他沒有跟滿 性結他就沒有跟滿了 然後他未達滅淨定 所以他沒定 他也只畫一條線 只有國滿 好 現在舉這兩個例子 那其他的就請同學自己 以此類推看 好 接下來就是看一下我們的諸道 如果廣說起來了 那是很多啦 就是有世間道 有初世間道 還有見道 修道跟無學道 那這些道呢 他把它呢 歸納起來 因之一切道 這一切道就是這裡講 世間道 出世間間道修道跟無學道 不過他略說為四個 是說這個裡面 他主要強調的是修行的部分 修行的時候呢 一開始你一定要加工用心 好 所以呢 他一開始先寫說 我們看一下課本540次頁 從此大文第三 在我們的課本的五四四頁的第二行 就要講諸道差別 有這個上句要講到四道 所以下面總共講了六個部分 先講這個四道 那就是四道呢 是廣說諸道 這個道就是修行達到捏盤的這個道路 因之一切往捏盤的道路有四種 有四種 好 那這四種呢 就在我們聖句裡面看到差別的部分呢 我們剛剛講有世間出世間見道修道 無學道等等 那略說把它這幾種再把它歸納為四種類型 因之一切道略說總是種 好 那哪四種呢 就是佳行頓號 在我們課本的第四行 為佳行頓號無間 然後解脫頓號 然後盛盡道 是有歸納為四個 佳行道 佳行道 無間道 解脫道 順境道 好 這幾個我們在前面也大概都有看過 那佳行道就是你最重要呢 你在修行的時候 你一定要加工用行 就要佳行道 好 如果你呢 沒有很精進的加工用行 可能你就很難再來到第二個 就要無間道 因為這四個其實就一個一個的 往上去提升 如果你沒有佳行道 你就不可能來到無間道 你沒有無間道 你就不會進入解脫道 就不會進入聖經道 所以呢 如果佳行加得好就是無間道了 好 那我們知道我們的劍道 要有無間卸通 無間卸通 所以你要進入無間道 無間道是做什麼事情 就是對峙的煩惱 好 你的這個認知正見 然後你要正念意念你所學的這個善法 然後呢 去時時刻刻都保持這樣的正念 這時候前面的四加行 裡面的就是我們的四念處 有總項念處 別項念處 還有呢 五停心關 這些都是在加行道 這些呢 都要不斷地一直練習 練習到非常的熟練的時候 那你才有辦法去見到的時候 有無間道出來對峙煩惱 無間就是馬上呢 你就看到這個煩惱 你就有正念去對峙 好 所以正念呢 其實也是讓我們的心呢 剛好在面對時期的時候 有一個緩和的空間 因為你如果一下又產生你的煩惱 是代表你的貪真癡 沒有停格的這個空隙 所以你很容易就會流為喜氣煩惱 那如果你這個有正念的時候呢 你可以中間有一個環和的空間 你這個無間道你去對峙 你現在出來的是一個正念的部分 馬上你去對峙煩惱這個無間道 所以它可以引無間道 加行道是引無間道前的加行 所以加行的好的時候有無間道 那無間道呢 它是斷貨的道 就是這支斷貨道 正在斷煩惱的那個道 叫無間道 那解脫道呢 就是無間道的後面 無間道的後面叫做解脫道 等於說當你的無間道有以後呢 下一個就是解脫道 我們的劍道十六星就是這樣子 無間洩脫、無間洩脫 每一星的下面都有無間跟洩脫 所以諸斷貨的道呢 當你這個正在斷煩惱這個道有以後呢 斷完了下一個就是解脫道了 好無間道後面就是解脫道 所以已解脫所應斷的障礙 最初所生 好這邊已經解脫了你應該斷除的 這個斷障就是煩惱 斷除煩惱的障礙所產生的道 已經斷除了完成了嘛 已經解脫所應斷的煩惱最初所生的最初 等於說無間完以後馬上這個解脫道 他出來以後就代表你半腦筋斷完了 以解脫所應斷障最初所生 等於你斷完以後 最初你就會生出解脫道 好 所以呢 接著呢 後面這個聖境道也會出來 因為你的解脫道 假設你現在在出國聖人好了 然後接著你要再往二果 那二果相就會出來 這個就是聖境道 再繼續往前面的 更心靜努力的時候 然後去掉前面的果跟相的時候 這叫聖境道 然後除前面三個以外所餘的諸道 前面三個以外就是最後這個 聖境道是見聖境 一個一個呢 見識的往前 所以呢 這個也是解脫道的後面所起的諸道 問呢 道的意思是什麼 就是叫做捏盤路啊 捏盤路 就是我們達到捏盤的這個道路 有成此能往捏盤沉 所以呢 解道的部分呢 就是我們求所依 就是依此尋求捏盤 好 就是這個解道的意思 它意思說 這個道是指捏盤 你往這個方向呢 繼續努力的話 你就可以達到捏盤 好 然後呢 又解道就是求你所依 你要想要的往那個捏盤那個方向 依此尋求捏盤果 它在這邊的解釋呢 道的意思 然後道呢 再繼續解釋這個道 就是能夠讓你要達到你所想要達到的 求你所依的 然後呢 你就要用這個方法 這個道 你要求你所達到的時候 你要依的 依循的 好 所以求所依就是求你想要達到的目的 目標的時候 你要所依循的叫做道 所以依此尋求捏盤果 這樣達到的是可以達到這個捏盤 好 那現在先去看一下通路 所以這邊這個道有四個就是指的是捏盤路 三聖的這個賢聖 都是循著這一條道路前進 達到有餘跟無餘啊 在捏盤 好 那這一指的是指尋求所益 就是我們剛剛講 又再次解釋這個道 這個道就是求所益 這個求就是尋求的時候 你要尋求去達到你的捏盤的這個目標的時候 你所依循的就是諸修學的行者 他依這樣子來尋求捏盤的果 所以後面講依此尋求捏盤果 這個依就是我們依這個道來達到捏盤果 所以你要求的是捏盤 好 所以一切呢 修苦制 就是苦法忍苦法制這些等等 我們不是為了尋求捏盤 所以具有兩個意思 他這兩個意思都寫出來對不對 第一個是捏盤路 第二個就是求所益兩個意思 就是我們課本的最後寫那兩個部分 一個是捏盤路一個是求所益 尋求你所益的時候叫做道 好 那佳行如今謝坡呢 跟聖經道呢 在個別解釋 那佳行道呢 就是所修的佳行呢 他可以無間而有無間道升起 因無間道的前面要有一個佳行 就是你要先加功用行道 功夫成熟以後啊 那你煩惱一來 你就可以有無間道起來去對治了 你馬上就可以去對治 由此而能夠滅除所應斷的煩惱 或這樣叫做無間道 好 然後呢 接著呢第三個接著脫道就出來了 無間道以後最初所得 一開始呢 得到的無間道的下一個就是卸脫道 所以最初所得就是卸脫了 無間道的後面最初所得的 好 接著呢 你還會繼續往前精進努力 好 所以除了佳行無間卸脫 所餘的道就是聖經道 它是見識見識的往前前進叫做聖經 好 那這個也是我們在論後半部還有補充這一點資料 這課本我們這邊沒有 補充血脫跟聖經呢 在論裡面講道的意義是什麼 就是我們剛剛講的這樣子 然後呢 又有問說那佳行無間呢 就是是祈求捏盤叫道 那解脫跟聖經呢 它沒有祈求 因為解脫已經沒有煩惱了嘛 那聖經也是已經達到某一個層次 你再往前進去 那為什麼它叫道呢 那回答說因為呢 這個解脫跟聖經 與佳行跟無間二道的相類似啊 它能漸漸把你提升上去 轉向後面的上品 就是說道是由後往 就是由前往後推進的一個力量 所以它的力量其實是前後有相關 它意思說 雖然說江行跟無間的時候呢 他們是在祈求捏盤 可是來到解脫 已經來到解脫了 可是解脫跟聖經呢 它會幫助你在往上提升 所以前後有相關性質 當你前幾個月很用功的時候 可以到可能可以到明年或後年 它這個力量呢 就會累積到後面來 所以它說於後為道 它會幫助後面再往上提升的道 或者由前前解脫 盛盡力 隨其所應 能至後後的諸道位當中 能夠達到後面 或者呢這二道能夠趨入無語捏盤 然後有語捏盤再來就可以進入無語捏盤 所以這邊它還是在這個通行 道之通行的修行的這個部分 那我們先看到這裡 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再繼續 所以這邊áiissance 什麼時候 什麼意思 再配合 一些這次 沈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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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文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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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李宗盛 文字幕 李宗盛 文字幕 李宗盛 文字幕 李宗盛